一招 進戰階 發動 來 來 點鎖1 點鎖2 點鎖3 瘋狂除外 然後再把一張洗回去 先回家 然後再發動 除外 除外 再除外 還有一張 沒有牌了 結束換你 有了 謝謝你 好大 這就是我要的 大怪 攻擊4000 好大 風錯鳥 沒關係 等一下 牌組是不用動啦 通招有事嗎 哈中 你已經中了我的魔法了 難道你有三色康 中不起來嗎 我還有第二張 不用怕 看起來是拔兩個token 然後三色康 想到吧 連鎖1 連鎖2 連鎖3 嗯 你最好的朋友 好 再洗回去 連鎖4 三色喔 怪獸魔法陷阱 三色 也有誰 先回去 再回回去 又來了 OK 嗯 NICE 好那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這套牌的一個combo 主要的話是做一個壞獸給對手 然後解掉一個很難解的東西 緊接著做出一個攻擊領的怪獸 那再發動這張速攻魔法卡 只要你承受3000以上的戰鬥傷害的時候就可以發動 將雙方的牌組目的怪獸卡全部除外 然後這樣的話牌組的練屍點除外的時候就可以發動它的效果 那將卡除外的場合你可以將雙方的五張牌組直接除外 然後可以發動三次 那緊接著如果娘娘也被除外的時候可以將我們除外區的卡再洗回牌組 然後可以把我們的練屍點洗回去 接著它會再除外一次 所以可以除外五十十五加一次 所以是二十張牌 所以我們需要三樣東西 壞獸 魔法卡 還有一張攻擊領的怪獸 那要怎麼做到呢? 首先我們可以用這個封鎖鳥攻擊領 石板攻擊領 我們的Token攻擊領 甚至元素的話Link2 有機會做出一個攻擊領200的怪獸 那跟我們三千三對爆的話一樣是有三千的傷害 再來是左腕的代價的話 它將手上的牌全部除外可以選擇一張魔法卡入手 但是手牌會全部掉光 而且它有一個字數是 你這回合不能蓋牌 所以當我們有湊齊 攻擊領的怪獸加壞獸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發動左腕的代價 然後將手牌除外 然後接著拿我們的封鎖魔法卡 然後跟隊友對爆 主要就是你缺什麼就拿什麼 所以這邊我們投入了金滿虎 還有這個金千虎 主要是抓到我們的要件幾乎就直接拿下勝利了 那緊接額外的話 我們No.1234的話是掛了三組 因為我們掛了這個鑽牌的手段 所以我們選擇了各三張 因為這一套你可以選擇用剛剛的方式回殺 或者是直接用元素網路的這個OTK 直接帶有對手也可以 那如果對方沒有怪獸的話 也可以做一個神功 妥協一下 那名神呢可以單解對方一隻怪獸 在中後期的時候滿好用的 那我覺得這邊如果你沒有名神的話 你可以選擇坦克車也是一個選擇 然後打出小槌的話 目的是為了將鍊絲連洗回到牌組裡面 因為有時候這隻上手的時候你會很尷尬 因為我們的效果呢 它是除外目的跟牌組 所以你要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把它送為牌組 或者是讓它進目的 所以這個錘錘呢 你可以選擇手牌斷殺 或者是 就用這張 看個人選擇 但是會遇到一個問題啊 就是如果你發動了這個虎之後呢 你再拿到這個槌 沒辦法發動 因為他們兩個效果會衝突到 所以 有時候我入手這兩張的時候會有點小虧 可能就要看情況了 主要還是必要的時候還是要來鑽牌 好那聶寶最近介紹了很多反主流 主流的部分我有在主啦 然後最近有超一套 白龍套牌 這套呢 是我最近跟觀眾在練的 然後這套有一個很毒的東西是 為了抗衡現在的時代 所以我們掛了一張BFD 只要我們有 親眼的閒事 加這個 旋律這張牌的話 我們就可以通招 拉白石 旋律丟白石 然後抓 混元龍跟 亞白龍 那接著的話就可以做出 我們精靈龍 然後發效果 叫蒼眼銀龍 接著 龍發效果 9加9變BFD 是很毒但是我覺得 就是 抗衡現在環境必要的手段 好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聶寶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各位拜拜